《西藏佛佛转世》 有人问西藏佛佛转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很大 西藏佛佛转世的这个问题很大的 那么在这个修行者的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因为西藏佛佛他们认定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规矩 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讲佛佛转世的修行方法 这个佛佛一定是要有功利的 他知道自己想要转世在哪里 是自己想而不是知道 这个就是说自主生死 自主生死的时候 我想转世在哪个地方 在哪一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重点 这样子转世的佛佛才是西藏佛佛 事先他佛佛的时候他就要知道了 他我想转世在哪里 转世在哪一个人身上 那么这个方法是怎么修的呢 我告诉大家 你修明典法 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这个气去吹着佛 着佛去容这个明典 明典化为光化为神势 把这个神势送出去 送到哪里去啊 送到那个lady身上 一个太太身上 她怀孕了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神势啊 送进她肚子里面 生出来啊 就是你 这个就是转世了嘛 那么这个怎么转呢 神势怎么转呢 这里面很深 我们告诉大家 这种方法叫做夺蛇法 夺啊 就是去盗去 不能讲是强盗了 是夺 也就是进去 蛇 就是房子 我们把这个 妈妈肚子里面的这个 baby 就称为一个house 就是她的房子 那么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住 就叫做夺蛇法 夺呢 是夺起的夺 蛇 是房子的那个房蛇的蛇 夺蛇法 真正的西藏佛法要懂得夺蛇法 把自己身体里面的神势 先从地啊收集 也就是身体里面的骨肉的神势集中起来 变成一个神势 就是明点集中起来 然后晃到自己的血液里面 就进到水了 然后寻凡以后啊 就进到佛里面 温度 转化成为温度了 变成佛 然后进入气里面 就是空 就是那个不是 就是空 进到空里面 就是你的呼吸里面 然后由中脉出去 就进入空 那进入空的时候啊 要对准 方向 要对准 方向 要对准你头胎的 那一个lady的 肚子里面的baby 然后进去以后呢 你就住在里面 等着这个出生 等着出生 一出生啊 那么你前世的 你留下来的这个遗属 写下来的这个遗属 上面写着 我将出生在哪一个村 那么一个姓名叫什么样子 的人的家里 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特征 好事有什么特征 这个家有什么特征 是这样子的 这西藏佛佛转世啊 是这样子去转世的 那么他必须要应用啊 我刚才讲了 你修明典法嘛 哦 这个气啊 着佛啦 明典啦 然后明典化为神事啦 那么神事归于地啊 然后再进入水 再进入佛 再进入空 最后呢 进入虚空界 由虚空界再投胎 这个方法 那这个是秘密的 秘密的训练啦 叫夺舍法 我这里有夺舍 夺舍法 我这里有夺舍法 他要认颜色 认颜色的夺舍法 要认颜色 怎么样子转 去认什么颜色 那么才能够真正得到转世 这个是西藏佛佛的秘传 秘密传授的 你没有这个法的话呢 你不能自主生死 你有这个法才能够自主生死 啊 这个自主生死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到来一个境界很高的时候 我已经能够自主生死 所谓自主生 就是说我想生在哪里 我今天想要转世 成为西藏佛佛 我就可以转世 我今天想要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我就可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到东方流离净土 到北方净土 我就到北方净土 到妙喜净土 我就到妙喜净土 到弥勒净土 我就到弥勒净土 你能够自己做主张啊 自己去 叫做自主生死 你今天不能自主生死 你通通漏在阎罗王的手里 今天你死的时候你很怕啊 不知道到哪里去 这个哪里是自主生死 你连你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你怎么会自主生死 人死啊 它会产生害怕恐惧的心理 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自主生死 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自主生死 你可以自己做主嘛 你可以自己做主嘛 那你就不用怕了 含笑而逝 觉得非常好的 很舒适的一种很爽快的 很高兴的很微妙的很清凉的一种死亡 这个也是佛的这个十号之一 叫善事 善事 人要修行到这样子啊 才算是成就 你不能自主生死啊 临死的时候还怕得要死 不知道到哪里去啊 会不会受刑罚 业障会不会出现啊 会不会很多的鬼来抓我 在那边怕得要死的 哪里是自主生死啊 今天要转西藏转世佛佛 就是自主生死 今天这个大家好好的修 将来都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上师法师啊 都是转世的人伯妾 都是佛佛 师尊本身是佛佛 大佛佛 你们是小佛佛 啊 Letter仁伯妾 I'm beat仁伯妾 啊 beat light 你们是什么light 啊 大光跟小光 哈哈哈哈 啊 这个是 就是自主生死了 修行一定要这样子 才算是成就了 不能自主生死的话 多不算是佛佛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ne 伯妾 Om Mane 伯妾